新北市樹林這一邊 在今天清晨的時候傳出火警 擺平的工廠複製一炙 現場是沒有人員傷亡 但損失大百萬 熊熊烈焰吞噬整座廠房 現場堆放大量木造物品 更助長火勢 快點輸出來了 趕快送水 都捉泡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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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間木椅工廠和相連的停車棚 加起來將近擺平全部陷入迫害 除了鐵皮廠房內毅然設備原料全燒毀 車棚裡的七台七機車也全被搏擊 木椅製作廠房的成租人趕到現場 無法相信眼前景象 臉上滿是無奈 在近百名錦易蕭的搶救下 約四十分鐘火勢撲滅 索性沒有人員傷亡 也沒有搏擊附近民宅 確切的起火原因還需要進一步調查 估計全部的損失將會超過百萬 記者許志明 羅力雲新北市 蔡鳳道